10萬有你 20萬也不是問題 歡迎收看今天的致富達人 我是主持人子彥 大家好 我是周董 今天台股收在16,440點 下跌12點 今天尾盤是一個急拉 留了一個很長很長的下影線 我想問一下周董這個盤要怎麼看呢 其實盤是我常在講 不要自己想太多 了解嗎 很多人很懂總經很懂個經 了解嗎 總體經濟跟個體基金很懂 相當懂對不對 那講出來的時候呢 頭頭是道分析了很多數據 還是小燕 是 到最後呢 到底是做多還是做空 能說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嗎 難耶 很難 了解嗎 所以周董常告訴大家 你有看到我的節目 沒有在跟你分析現在的殖利率飆漲 了解嗎 20年期美國公債已經漲到5.35%了 幾乎就是天天創新高 了解嗎 比標股還要飆 那為什麼我敢講比標股還要飆 明明每天大概都漲1%而已 為什麼我說20年期公債比標股還要飆 最主要的是20年期公債它的量體是幾兆美元 了解嗎 不要把台積電或者是一些小股要拿來講 了解嗎 你想想看那個幾兆美元的量體如果漲1%的話 還得了 而且是天天創新高喔 那你有沒有看到 周董沒跟你分析這個 我也沒跟你分析美國經濟未來會如何 甚至有一點風險 我也沒跟你分析中國現在可能資金斷煉 未來整個企業不管是債城投債 全部都會一個一個接連爆出 像骨牌效益 我也沒跟你分析韓國的政府現在稅出稅入 已經短收了1.4兆 明年可能稅出的預算直接腰斬 來 蕭燕 是 我都懂 可是我不跟你講這些 為什麼 答案很簡單 我要你知道現在是做多還是做空 跟著做跟著賺就好了 剩下的你不要管那麼多 因為我講完了以後對不對 答案很簡單嘛 你要怎麼做才能賺 對不對 那我與其把時間放在這裡 不如直接告訴你 我現在怎麼做 你要怎麼賺就跟著我好不好 來進入周董的世界 來 蕭燕 是 最近周董看空相當的激烈 對啊 每天都逼你講一些不應該講的話 不應該講的話 為什麼 因為主持人要中立對不對 對對對 結果我是逼你來 抽牆空對不對 對啊 今天關鍵架終於換了 終於換了 換了 現在改到16300 16300 那剛才梗呢 16300之上 怎麼樣 每天過高 若有還算多頭 還算多頭 可是你有沒有聽過 聽到這句話 酸酸的 對啊 微酸 對感覺好像沒有很多 酸酸的 一點點多 哇 若無會直接崩欸 太可怕了吧 小燕不好意思 周董逼你主持人的中立 剪掉了一半 逼你念這些字 那為什麼要逼主持人 本來應該中立的逼他念這些字 答案很簡單 我要的是一個見證 因為周董最討厭 假如或許可能不排除 來小燕 坊間的分析有沒有常常講這些 有 有沒有 就很曖昧 不告訴你哪一邊 怎麼樣未來都被講對了 為什麼 假如或許可能不排除 對不對 周董不來這一套 我直接告訴你 我呢 以前的外號今天在提起 什麼 五年前的外號 周董叫這支手 就一把尺老師 為什麼呢 五年前有這個外號 因為很簡單嘛 每次節目就拿一把尺這樣 那這把尺你不要小看它 所以它用五年了嗎 它用五年了 這個跟我已經跟十年了 可是來一幕亮相大概是五年 好不好 那為什麼這把尺這麼重要 來小燕 是 你當時候小時候學數學的時候 有沒有用尺來做數學 會啊 會嘛 畫一支線嘛 對不對 對 其實那個時候呢 你就開始大賺 為什麼 你只要願意相信這把尺 它能夠畫出一支線 你只要願意把它畫成水平 你只要願意永遠相信這條線是對的 你就賺 哇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不可以懷疑 那這條線呢 我們畫在哪裡 16800 之前的關鍵價對不對 對 你有沒有看大盤 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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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那一樣的道理 今天呢 周董把這條線對不對 往下了 163.0 我怎麼說的 來看 周董很高興 你知道嗎 我洋溢 臉上洋溢的笑容 都被你說對了嗎 我們都賺很多 我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我怎麼賺的 我是不是真的槓在這邊 槓16800 對 你就賺過了 有沒有看到 你就賺過了 就很簡單 數學告訴我們 放空 就開始空空空 放空 轉 放空 轉 放空 轉 那你一定會想說 這一天放空怎麼有轉對不對 小燕 嗯 每一天都有夜盤 對 夜盤放空轉 那夜盤放空怎麼轉 今天早上崩盤就轉 了解嗎 好 那我們現在呢 16300 槓在這裡 那為什麼要槓在這裡 很簡單 我們已經測試過多頭了對不對 對 當時我給他16800 對不對 不敢過對不對 被我們測試到對不對 我說呢 這是照妖精 逼你限期 不要假鬼假拐 你就是要往下走 對不對 可是相對的 空頭夠不夠力啊 了解嗎 周董心裡有個疑問 夠不夠力 了解嗎 是 空頭如果夠力的話 來 小燕 16300 168這麼高對不對 對 163這麼低對不對 對 如果空頭夠力的話 16300 會不會給他下去 會 簡單 數學 了解嗎 所以周董的技巧呢 不需要你小學四年級 也不需要三年級 也不需要二年級 只需要小學一年級的功力 加減 不用懲處 可是這16300是怎麼來的 你呢 每次都逼我 一定要講出美感 來來來來來 我想知道啊 我跟你講 有時候是這樣 有主持人就這麼麻煩 因為唱播 都往往被主持人破梗 來挖老師 好啦好啦 今天講清楚了 對啊 為什麼不會是那個16202呢 前波低點啊 這裡是不是163 對 我槓的關鍵架 嗯 是不是噴出了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槓168 又崩了對不對 是 這裡是不是槓164 又噴出了對不對 嗯 這裡呢沒有槓169 槓168 為什麼 根本就不相信 結果又崩到162對不對 對啊 那這裡崩到162來回 都做對了對不對 嗯 這裡是不是又到168 我是又槓168 是 對不對 又崩了對不對 對 很簡單 今天啊 最低多少 16271 我講過 我說呢 周董要教大家的 就是簡單為主 所以呢 本來應該是271的 可是271說實在的 你記不住啦 小燕也記不住了 了解嗎 你可以看到他看數字呢 有點勉強 每次都給我說錯 了解嗎 所以呢很簡單 16300 300 碰碰好不好 來 那這樣簡單了吧 那為什麼呢 今天要設163 答案簡單 這裡163 對不對 對 這裡164 這裡162 那相對了 有沒有呢 來到前低區間的 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 有 那你就知道 那相對了 今天沙有沒有留下長長的 下影線 有 有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給 多頭一個機會 那也給空頭一個責任 給多頭什麼樣的機會 你今天殺到這裡對不對 271對不對 是 我也不要271啦 你守300好不好 你守300好不好 你守300 我就承認你 有支撐 是 未來呢 可以扶搖直上 可是呢 我們很酸啦 我們說還算多頭 還算 對還算 可是 我要給空頭一個責任 為什麼 因為責任不是多頭 老是多頭扛啊 這樣會不公平對不對 對 周董是中立的 了解嗎 有時候是假中立 可是目前是中立的 為什麼 你到168的時候呢 真的多頭你要給多頭扛 所以168呢 要天天創新高 沒有 就幫忙 崩到163 你要給空頭扛 如果真的是空頭的話對不對 請給一盞明燈 162 161 一路往下走 了解嗎 這今天這樣解釋 有沒有豁然開朗 有 都被你偷上播 都被你偷走 大家都學到了 好 來繼續 看這一張 所以呢 就直接崩嘛 要講得很強烈嘛 因為呢我們現在給空頭一個責任了 對不對 如果呢真的 在163之下的話對不對 是 那就不用怪我們了 了解嗎 就不用怪周董了 因為是台股自己的事情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跟國家隊進來互盤 不要再講國家隊 周董告訴大家 我不是討厭國家隊 我也不恨他 對不對 我也呢 不去想他 為什麼昨天晚上拉200點 都不去想 那今天早上呢 被外資呢 殺了300點對不對 對 我都不去想 為什麼 你如果去想國家隊 你會做得很爛 哦 你有沒想過 你做你 應該做 會賺錢的方向就好了 了解嗎 國家隊老是在逆世 難道你就跟他一樣 傻糊塗嗎 不用 還記得我剛才講了吧 殖利率 美國經濟 對不對 還有未來中國鍛鍊 還有呢 我們台灣自己的問題 還有韓國政府可能 明年預算要減半 甚至呢 韓國的再興也有問題 這些我都不考慮 好不好 所以你要記得 周董做盤 是不受任何因素影響的 是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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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而已 好不好 數學而已 來 所以 終於進入了主題了 我們怎麼做的 今天怎麼做的 來 告訴大家 老師武安 請問早上我們 進做空策略單 獲利之後 目前又談到 可以進場的區間 請問這種狀況 我們還可以再進行 再進做空策略單嗎 告訴大家 昨天呢 什麼時候 下午1點25分 那下午很簡單 是不是要做夜盤了 對不對 那我怎麼講的 你如果空手 可以再佈局一次 好的 謝謝老師 好慢慢長夜 那為什麼呢 我剛才呢 很不屑國安基金 或者是什麼 什麼政府拉台 什麼八大對不對 當然很簡單 這個盤啊 匯豐就是匯豐嗎 明明要跌 來 明明要跌對不對 這邊有沒有反彈150點 有 這邊呢 你不要看喔 白天最低跟晚上最高 這邊是不是有反彈 200多點 是 220點 今天呢 最低到最高呢 又反彈210點 明明是空頭喔 反彈150 反彈220 反彈210喔 你看我怎麼做的 來 這五個字 做空策略單 好 很多做空 到最後被掃單以後 今天往下300多點 沒有你的事 為什麼 你的方向看對喔 你看對喔 可是為什麼你的空單 會在昨天晚上被掃掉 答案很簡單 小燕 人心是堅強的還是脆弱的 很脆弱 很脆弱 了解嗎 就這樣呢 我如果等一下下節目對不對 我跟小燕講說 你今天表現不好 他會不會難過一整天 我會 會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很脆弱 所以你被軋空 你被停損 你被停損 是必然 對不對 那很多事情呢 其實呢 只要有智慧 就可以扭轉 那什麼樣的智慧 你有沒有常聽過呢 我們講說 跳脫 跳脫 在這個事情裡面呢 你可能看不清楚 你跳出來 用第三者的眼光來看 有沒有 跳脫三界之外 你呢 會格外的 因為你跳脫出去以後 就不關自己的事情 是 你會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 之後我就發明一個方法 我要做空 可是我又怕被軋空 了解嗎 因為呢 不管我設30點 停損 他來到30點 我就被迫停損 他來到50點 我被迫停損 他來到78點 我也被迫停損 是不是 你如何設 停損 都會被掃掉 那一定會問 難道奇惡可以不設停損嗎 總統我告訴你 你如果做單邊的 一定要設停損 否則你做錯邊還得了 連家產都賠框了對不對 可是呢 有一種方法 周董發明了 我做放空 同時買保險 來小燕 是 保險有沒有買 有 最少的意外險也要買 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要買保險 因為很簡單嘛 我做空 我不停損 可是我有保險 了解嗎 你掃不掉我 你掃不掉我 來來看 我們昨天啊 傻傻的空在16500 一路被空到16578 了解嗎 可是呢 我會員呢 會被嘎得很開心 很開心 為什麼很開心 我講給你聽 我們空16500對不對 空了以後 是不是同時買保險 是 然後呢再上去16550 對不對 又空了以後又買保險 那總是有會員呢 很幸運去空到呢 昨天夜盤最高對不對 16578對不對 他放空578也買個保險 對不對 因為我告訴會員 只要16500至上就是 放空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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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整個區間啊 這種都不好局了對不對 是 來 小燕告訴大家 今天呢 有沒有 累崩盤 有 類似崩盤 為什麼講類似崩盤 從呢 昨天的最高 晚上啊 昨天夜盤最高 到今天呢 1625最低對不對 是 這是323點 對 好 周董跟會員講 獲利了解 好 那你問說 那你怎麼知道 來到這個點位 要獲利了解 對啊 那答案很簡單嗎 我剛才講過 我說呢 如果你是真的就假不了 是假的就真不了 對不對 是 你每次到300到200 你就被抵擋 嗯 那我怎麼知道那個怪手 會不會今天出來 我不預測 可是呢 我把它獲利了解 那你要記得喔 這個帳面上呢 是不是賺了300點 是 300對不對 我們還有保險費 保險費多少 答案很簡單 大概130點 到140點 了解嗎 130到140 那我們最少是賺 160到170點 是 我們喔 我們會員喔 賺160點到170點喔 扣掉保險 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看 來 這位小燕 嗯 這樣是不是不會被軋空 對 因為呢 我們不設停損 因為有買保險 可是呢 你事後看保險費 好像很貴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總比你呢 被軋空賺不到 來的好多了吧 真的 對不對 你被軋空呢 你要停損50點 然後這一段呢 你又做錯 這段你怎麼做錯 你一定呢 逢低買進 逢低買進 然後又停損 所以這裡你也停損 這裡你也停損 你停損不完 我是怎麼樣 我老實的放空買保險 我老實的呢 把它獲利了結 我呢 賺160 170點就夠了 了解嗎 更何況呢 我還有絕招 小燕 選擇權 1620點 不得 我買11月的 那為什麼要買11月的 因為呢 我知道呢 這一次啊 很難纏 了解嗎 每一次逼到了164 163 162 反彈那個力道很強烈對不對 可是呢 我又看空 所以呢 我必須呢 做月選擇權 如果做週選擇權的話 容易呢 一下子震盪 就讓我反打 了解嗎 所以呢 週選擇權呢 擺到下禮拜一再做 今天 昨天 昨天夜盤先做月選擇權 了解嗎 來來看 小燕 慢慢長夜了 是 都讓我們隨便買 隨便買 最低買到125 最高不超過150 今天有沒有來到264 有 有 有沒有獲利一倍 有 就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周董呢 都是有做 記得喔 我的績效 我的圖樣 都是呢 我有做到這個單子 而且呢 有賣到這個價格 我才拿出來講 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的影片呢 是公佈在YouTube上面的 所有的會員都可以留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可以來查證 就這樣 光明磊落地告訴大家 我都有做 我才有PO上來 來來看 所以呢 我們說呢 上禮拜四到這禮拜三 賺了27倍對不對 是 這個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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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27倍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計較 不是說呢 每次都一樣多 可是你有發現 都正的 沒錯 穩定賺 正的 有了解嗎 我們要的就是這樣 那忽然間呢 老天爺給我們37倍 那那個禮拜呢 就發了 有了解嗎 有了解嗎 可是呢不要去預期它 不要去預期它 好好的利用呢 周董的專案 把呢下禮拜所有的行期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我講過 下禮拜呢 還有這個禮拜 一樣的行期 10倍到20倍可以賺 趕快更上 10月最後一個禮拜 最後一個禮拜 我們的專案 大家趕快加起來 驚喜價168專案 怎麼 要怎麼加入呢 諮詢專線打進來 0223219933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到這裡結束 下禮拜二再見 拜拜 好 煩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至根本 創意到實地的房產業 旅財週刊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財週刊 讓你賺盡第二份薪水